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界治安最好的五个国家 第一个治安最好的国家是冰岛 冰岛或许大家了解的不是非常多 只是在地理课本中 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冰岛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 冰岛的经济高度发达 人们的物质水平非常高 冰岛老百姓不仅不会为生计发愁 而且还享受医疗教育免费等福利 除此之外 冰岛还是个值得旅游的好地方 由于自然条件优越 环境并没有遭到污染 因此去冰岛之后才会发现 这里简直是人间仙境 当然除了欣赏美丽的风景之外 或许你还会看到另外一番景象 一些警察在大街上闲着没事喂鸽子 这正是冰岛治安管理水平高的 表现 据相关数据统计 冰岛的犯罪率极低 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想想也非常正常 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健康教育福利提高 老百姓为啥还要去犯罪呢 第二个治安最好的国家是丹麦 丹麦是童话大王安徒生的故乡 在安徒生的笔下 丹麦简直是个童话世界 没有战乱 没有尔与我诈 和冰岛一样 丹麦有着非常完善的福利制度 老百姓不愁吃喝 但是和冰岛不同的 是丹麦却是世界上出轨率最高的国家 不过由此而引发的犯罪却极少 可见丹麦人还是非常理性的 优越的生活条件 让人们不舍得为了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去大大出手 甚至犯罪 所以我们所遇到的丹麦人大都性格温和 很少有脾气暴躁的人 或许这和国家的整体风气有关吧 第三个治安最好的国家是奥地利 奥地利与冰岛和丹麦相比 治安也算可以 不过犯罪率比前二者高得多 奥地利本身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是由当年的奥匈帝国分裂而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 奥匈帝国开始分裂 后来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 奥地利还算发展得不错 当然除了经济发达之外 奥地利旅游也很火 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国人到奥地利旅游 极大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奥地利的经济很大一部分是靠旅游拉动起来的 所以他们还真的好好感谢中国人 但是再次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到奥地利去旅游的女生 最好还是要结伴而行 并捂好自己的钱包 虽然治安好 但是有时可能也会发生意外 第四个治安最好的国家是新西兰 新西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度 青山绿水 空气清新 很多人都在幻想移民新西兰 当年世界银行还将新西兰列为世界上最适合发展商业的国家之一 总之如果大家有时间 一定要到新西兰去看看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第五个治安最好的国家是中国 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加强 很多外国的朋友纷纷到中国定居 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国度 这里有辽阔的平原 充满神奇色彩的古迹名胜 还有很多颜值超高的美女 对很多外国人来说 中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国度 在这里他们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 并感受到了温馨和平的氛围 这和我国强大的治安能力 是有直接关系的 很多外国人甚至称中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并希望永远在中国居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